為什麼今天這間餐廳這麼多人? 當然啦,我們六月份聚會嘛 我們沒東西多,美女就最多了 一看到這塊板就知道我們的電話其實迷了 Sam哥來了,馬上成為焦點 難怪整班人都圍著他 Sang哥一揭露他的百明年代的trading方法 整班人都拍攔手掌 當然不少我們的智者Raymond哥 連我們拳神阿卡都要幫助他取經 站在螢光幕右邊的輝哥是很不說得的 出了trip都趕著回來參加我們的聚會 最有金融智慧的Joseph就聖 他說要拍下Sam哥的秘笈 來經界的上等人Garrett當然是不執書 他說記住留一份給我 不好意思,我們最低調的人民英雄 阿行哥我們都拍下來了 說實話,Tom好像英俊了一點 他當然是重要啦 因為我們幾十人坐在那裡 就是等他一個來到我們才這麼開餐 Joseph和Tony兩個都是Founder member 如果沒有他們兩個 今天都不會那麼多人出現 而阿楓的人真的很nice 雖然他沒有說 但我知道他今天這麼忙,他都過來 除了阿楓,阿波羅都是一樣 就算他多忙,都不會不來今天的聚會 為甚麼我說阿Tom厲害呢? 因為他每一次都坐在那些女生的旁邊 不用說阿楠阿Kim兩個應該是落盡嘴頭 想騙阿Roy那些紅酒喝 那我做甚麼呢?當然是招呼你們啦 我們財經界的小野貓Winnie原來是在這裡 原來他和幾個財經達人發了他的新偉論 他可能出現了 兩次是二、三次大靈魂的 一陣子 真的不知為何阿Steven的那個珠珠珠也適合在嘴裡 真的不知為何阿Steven的珠珠珠也適合在嘴裡 喝多酒不適合 那你喝多酒不適合 那你喝多酒給喝多酒 喝多酒吧 OK啊? 不適合阿Mixan? 你不要當我是矮的,其實我六尺高 不過站在我後面的Billy,他有六呎五吋 那我又忙什麼呢? 忙幫Raymond哥準備他的Presentation 有關AutoTrading 第一個就是做AutoTrader System的概念 如果電腦去做一個買賣的時候 跟人手的概括很簡單地說 為什麼要錄造 其實如果我們用 我們成班Trader就好像一班同事一樣 而唯一的分別就是我們工作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尋求同一個目標 那我們的聚會為了什麼呢? 就是要打好同事與同事之間的關係 再緊要一點的就是友誼 就要用電腦去做AutoTrader 去做AutoTrader 感谢观看